《道德经》的奥秘,万物负阴而抱扬,万物负阴而抱扬,道本身包含阴阳二气并非独阴独阳,而万事万物也在阴阳二气相交杂的状态。 它说明的是宇宙万物存在和运动的道理,人的集中往往带汹汹中也带集,最好的例子就是种彩票投奖,后面往往会带来一些灾难,所以误导者不受二元对立形态影响产生往心。 最高深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,一经最好的禁忌就是无救,因为集凶祸福都是互相包含一起,所以没有好就没有坏,因为什么都转化成有利于我,如此我达到最高禁忌,没有任何失败错误,一切都是最好的。 所以用这个道理来看天下事物,没有什么是绝对好,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坏,一切集凶得失都不要耿耿于怀要用凡事有利于我的心态面对,人生就是不断得到与失去的过程。 身边的人事物就像风景一样,我们注定要失去也会得到。 如果你不在二元对立,那么基本就无敌了。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,如何打破二元对立的自己。 首先,需要打破从小到大影响你的社会集体价值观念,不要用简单的二元对立,来划分自己和别人,尝试去体验万事万物的两面性。 理解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好坏一体,利弊一体,再好的人也有坏的一面,再坏的人也一定有好的一面。 抽烟喝酒不一定都是坏人,西装革履也不一定都是好人,其次学会享受孤独和痛苦。 很多人害怕孤独和痛苦,但其实,他们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剧本,跌荡起伏的人生更值得品味。 相反,假如一个人一辈子都顺风顺水,那真如同一杯白开水,淡而无味。 最后你要破我之,很多人对,自己和他人要求过高,但这种追求只会让你更加疲惫和不满,因为真相是存在集合里。 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不完美,就连垃圾都是完美的。 因此对于万事万物,你只需要去体验,而不要分别,你只要看破,但不需要说破,你只需要完成。 而不需要完美,你只需要演戏,而不痴迷于入戏,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我值,并做到无救。 凡一切发生的皆有利于我,你才能真正无敌,无救于世间。 希望这个视频,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。 谢谢收看。